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大家都在排隊過這個安檢 很多這些景點都需要先做安檢 在排隊的途中介紹一下 這個埃及的博物館裡面大概有12萬件剪片 不過部分已經搬到新的博物館 但新的博物館何時開呢 原本是想著疫情前會開的 但這個疫情現在就無料期押後 不過也不要緊 因為如果要看完12萬件剪片 官方的資訊要看八十多天 所以你無論如何都看不完 門口已經放了幾件剪片 入場會包一個耳機 你的導遊可以方便解釋剪片給你聽 這些是農床 很有趣的 埃及很多這些都是陪葬品 生前的時候不用 死後有很多貢品 這張是皇后的椅子 這張是國王的椅子 看這些像印章一樣的文物 就看到當時的雕工已經很精湛了 看得明白 這個世界就是你了 好像傳得這麼好 這麼大條 哇 這裡有很多動物的木萊衣 這隻是小狗 還有馬洞 還有鱷魚 還有很多其他動物 哇 木萊衣 現在看到這些腳趾是真的 因為埃及很乾燥 所以可以保存得這麼好 真還是假 是真的 有頭髮的 有頭髮的 看得見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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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得見有頭髮的那些 有傳她的頭髮是會增長的 嬰兒木萊衣 這隻叫狐狼 它是會吃屍體的 所以當時人們怕撞了法老王之後 會被她吃掉 所以就把她升上神台 變成狐狼神 龍珠的 破壞神 都是由她而來的 塗坦卡門 是這個博物館 其中一個很出名的法老 我們現在排隊 就是去看 塗坦卡門的黃金面衣 唯獨在這個地方 你付錢都不能拍照 再次找我 來看 鞋卡門 是 HEYEN 好 如果 請問 想法 做 嘗 這個 說 你 自己